我们3D打印的模型大多是这种单一颜色 而我们只要上了颜色之后 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非常的有趣 而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如何低成本的对我们的模型进行上色 最开始我就使用了这种酋长大陆的水性漆 这一个颜色的售价是5块钱 然后去网上买这种年价的笔20支8元钱 我的上色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自己手涂上色的 还有这个死侍也是 都是使用的水性漆进行上色的 但是整个过程非常的麻烦 很不适合新人朋友 而我这个小狗狗就是使用了廉价的方式 来进行上色的 我们只需要买这个丙烯马克笔 像我这个12色的价格在13到15元 比这个水性漆要便宜 特别适合新手上色 另外还有一点 在我们使用水性漆给我们FDM3D打印的模型上色之后 它会有一点颜色的渗透 而使用丙烯马克笔渗透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上色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所以我要3D打印了一些这种小狗狗 我们来对它进行上色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上色过程 如果您觉得12色的颜色不够 这个丙烯马克笔 它还有36色的颜色种类特别多 这个36色大概是36元 也就是说一种颜色一支笔 只要一元钱 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我今天主要用12色的来进行演示 我们找来这支金色的马克笔 在使用之前摇一摇 摇了之后 我们再直接对它进行上色就可以了 如果说上色有擦粗的地方 我们在它颜料未干的时候 拿湿纸巾给它轻轻擦一下就掉了 刚刚拿错了颜色 刚刚是拿着黄色 其实它包装里面有金色 我们直接用这个金色 会比黄色的效果更好 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内部不好涂颜色 我们可以将这个马克笔 给它挤出来 像这样按压 当这个马克笔的颜料挤出来之后 我们再用这种勾线笔 给它占取颜料 再来涂这些不好涂的地方 相圈都涂完之后 我们再拿黑色马克笔 给它涂鼻子 还有它的嘴巴里面 也给它用黑色的涂一涂 老规矩 像这个内部不好涂的 我们还是将马克笔的颜料挤出来 勾线笔占取颜料 再来涂内部 鼻子涂完之后 我们再拿出粉色 将舌头这个地方涂上粉色 然后我们脚掌这里 也可以涂一点点粉色 还有我们的耳朵这个地方 也可以涂一点点粉色 老规矩 涂不到的地方 我们还是将颜料挤出 用勾线笔给它涂一下 如果这种浅色复作力不够好 我们可以等它干了之后 再涂几层 这个丙烯颜料 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两三分钟就能干 舌头涂完之后 我们再来涂眼睛 先拿出白色 将整个眼白都画出来 眼白涂完之后 我们再拿黑色的画笔 将眼珠子画出来 这个眼珠子 我们还是要涂饱满一点 将眼白露出一点点即可 其实这样还挺逗的 我们这个黑色的眼珠 已经涂完了 现在来给它加入光斑 光斑要统一一个角度 可以左边或者右边 我们先点右边 这边也是点右边 加了光斑之后 就可以看到整个小狗的眼神 会更加的明显 这边我们就可以点左边 这边也点左边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为了让这个光斑更加的好看 我们还可以在旁边 再来点一点一些小点点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 还可以给它上一层光油保护漆 这个光油保护漆 可以让我们的眼神 更加的金光闪闪 也可以在舌头上面涂一点点 好了 这就是最终上色完成的效果 这个上色成本非常低 而且上色特别的方便 我们的模型也无需打磨 打印完成之后 直接进行涂色就可以了 最快只需要十多分钟 就能涂成一个 我会将这个模型的图纸 放到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打印 并且来涂装试一试 等我们学会了基础的涂装 对这个感兴趣之后 我们也可以做这种手机支架的涂装 我平时吃饭的时候 就用它架入手机下饭 再往后面 我们可以学习喷涂 或者更高级的一些手办上色 像这个模型 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它上色成这个样子 更多上色好玩的技巧 我后续也会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尝试使用这种勾线的效果 让我们模型更有一种二次元漫画的效果 具体怎么玩 大家都可以自行操作 如果本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欢迎为视频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